今天在客隊高雄全家海神 推出的先發 五人包含的于幻雅 還有林任鴻 胡龍茂 熊絲以及庫薩絲 李漢生今天 繼續的被排在先發名單裡 另外還有白薩 呂冠婷 金恩跟英姬 這是這場比賽 獵鷹他們的先發五人 躺面對到台北戰神 那最後是八十九比九十六落敗 還是沒有辦法 止住他們最近的一個連敗 在比賽當中 新的洋將英姬得到了二十分 另外抓了十三個籃板 好 跳球之後第一波球全 海神這邊立刻兵嚀沉下 籃底下是庫薩絲得分 球隊在客場踢管成功 結果最後一波呢 二點一三秒 那庫薩絲這邊的準絕殺 讓海神繼續保持他們的連勝 當時那個傷勢滿嚴重 甚至可能影響到他的一些 十一柱形 開賽現在全家海神打了一波六比零 烈英上次贏球也是在主場 十二月十七號 當時幾號 所以他們打贏的打進冠軍賽 對 那海神就是剛好輸給人家贏 對 然後上個賽季 就是應該說只要烈英在主場 來面對到其他球隊 其實會有海神滿多的球員 因為家藥這個位置 地底位置靠高雄滿近的 對 比較靠近高雄一點 看到的空位 那據了解其實他之前在海神的 對面練習當中 其實就會打這個所謂的 playmaker 這個球 輪轉到洛側邊 林任宏 彌補了剛才的十五 投進了三分 這個空間的這個細節的這個部分 白薩再給到金恩 金恩今年這個球季來到列印之後 他真的要做很多的事情 對 那個哨聲要緊一點 才不會造成之後的更大的9分 9比7 海神現在領先 來發邊線球 列印現在把蘇玉晶給換上場 這一個跳投的後面斜防的殷疾 來得相當的即時 白薩馬上切進去 小打大靠在對方的身上 拿到這兩分 但是海神這邊立刻瀕臨沈 前面跑快攻的是庫薩斯 用他的冠用手 上來沒進 迎擊要球 打瓊斯沒有打進去 再給到外線四速步驟 一個一名選手 對 他弟弟也是很厲害 林秉勝 對 他弟弟在戰神 秉勝 對 兄弟的位置不大一樣 小林他打的就比較像是現在這種 所謂的3D球員 李漢森底線切入的一個擦板得分 電視暫停回來之後 現在是海神的球權 第一節比賽還有5分多鐘 那暫停回來之後 要看一下這個進攻時間 射克拉 Perry Jones他發現了 噴進了3分球 還比他還要年紀大一點 可能是因為這個繞篩 一個球權的差距 金恩 右側四速度角 投進了第一節過人 第二個3分球 來看一下剛才金恩的3分球 出手之後 看他的這個發動速度 他應該知道 命中機率很高 手起刀 現在就不給金恩拔起來的機會 分球 只有出現失誤 海神拿回了球權 第一節滿悶的 這個時候馬上修正他的彈道 噴進了這樣比賽 個人的第一個3分球 其實他變化也是滿多種的 對 就是可能場上隨機應變 先把這個陣型出來 對 就簡單來講 他就是會做一個 呆們的一個陣地戰 然後從那個 一些無球黨人的 接下來這一段旅程 就是邱子軒 因為他是韌帶手術 狀況正好的時候 賽季報銷 海神還是會有一些隱憂存在 對啊 也滿可惜啦 這麼好的球員就是 年紀輕輕 又受這個傷 對 而且那場比賽在 豪原巨蛋 在表弟的最終戰獸上 呂冠婷 他上個賽季也是如此 他的出手比重大概80%以上 都是3分球 今天呂冠婷也投進 第二顆3分球 評論紅切入之後 用他的身體來做掩護上籃 吃掉呂冠婷 其實像呂冠婷這樣投3分球 我是覺得是好事 因為畢竟 現在的3分球的 效率可能會比遠距離的2分的效率還要好 對 然後剛才我們看到就是那個數據 上半場海神發生十次失誤 因為海神是今年五隊當中 場軍失誤最少的球隊 那台剛則是五隊當中最會失誤的球隊 第一場比賽發生十次 兩個直籃聯盟來講 今年幾乎不換洋將 對 我覺得這個對一個球隊會比較好 就是說你就是很穩定的 那個一個團隊都一直在一起 對 他就是整個體系會比較熟悉 也會比較習慣 那像瓊斯他前面就是艾倫健康的時候 瓊斯他有些時候也被氣弱 哇 胡凱翔投進3分球 這數據很好玩就是這樣 民眾力高 被沒有領先 吳承安安霸上來了 陳優的一個條件 但是這犯規來得 對列印來講是不錯 我現在海神已經反超了 現在換胡同帽 胡同帽聽到正傑教練的呼喚了 這個球打得夠硬 第一位單打 兩半都發生在這第三節 第三節還不到三分鐘 他已經很快地陪上兩次犯規 胡同帽又來 這一次做一個翻身 跳投得分 而且他每一次跳投得分 應該說他每一次得分 跟胡凱翔都會有一些手勢出來 對 他剛才又被打到了嘴角 63比63 瓊斯 再給庫薩斯 走區附近的一個跳投得分 這種歐魯 現在不分位置是世界的籃球的潮流 會慢慢 我覺得會慢慢往這樣 這樣去走 那不分位置就看現在的海神 瓊斯來打控球 對 哇 這個球 造成了金恩的犯規 再回到場上 下半場的Perry Jones 還有胡同帽做了滿多的第一位 這個球又給到瓊斯 又想要打金恩 拉開一對一 沒撞出空間 再給到余煥陽 進攻時間剩下不到五秒 阿雅發現了 外圍四速度加個Rainbow 下頭進 但這球被操走 白薩現在回來 場上擺白薩跟古毛兩個雙位 阿雅 明吉 外線的一個跳投得分 75比74 兩隊一分的分差 又不然譚偉傑上來控球 對 又把這個高度給提升 應該說這高度沒有比瓊斯在場上高 防守 進攻時間剩下六秒 余煥亞 切得滿深的 最後一刻他找到了艾倫 兩人小組的搭配 瓊斯這兩場看起來滿開心的 古毛回家 第一個Fill Girl出現了 給到古毛 空間拉得滿大的 一對一現在阿雅來守護阿毛 古毛切入 避開了瓊斯 後面還有殷疾的跟進 這一波球權又回到了古毛的手上 古毛又切進來了 跟切豆腐一樣 古毛維加連得五分 艾倫他還是有一些身材對抗性的影響力 胡凱翔做假動作 再給到胡頂這邊 米卡 好 對歐麗莎三分球 噴進至少 吳宜兵要準備上來 哇 兩隊教練 都流行這樣嗎 第四節再讓一些板蛋還沒上場 拳上來打這個 接近比分的時刻 李漢森 小個子拳來講 李漢森他是有一些這種 極庭第一位的下半場 其實他 海神的策略讓金恩在下半場取得四分 前兩節讓金恩是與曲與球攻下了二十五分 庫薩斯 這一招對現在的獵鷹陣容來講就是 金恩這個球被封下來 英吉又拿到 簡偉如 節奏放慢一點 這是對的 現在是領先 韋汝 今天韋汝騎馬射箭的打板得分 NVP 還有十三秒的一個進攻時間 烏龍帽外線 出手投進 海龍王的三分球 哇 這個球失誤了 前面多打掃的快攻 庫薩斯雙手灌籃 他兩分鬼 讓他有兩罰的機會 對 他沒有暫停 沒暫停了 對 2.2秒 瓊石 瓊石 起馬射箭 出手 差一點點 追平這場比賽最後的比分 那最後就是台鋼烈鷹在驚濤駭浪當中 雖然最後這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他們那個失誤 我想也讓烈鷹的教練團 其他球員下出了冷汗 不過台鋼烈鷹是 擋住了海神的逆襲 98比95 他們在主場拿到了 進入到2024年之後的第一勝 也終止他們最近的這一波八連敗